小花也是 就是像她那時候不到一歲 就小孩都不喜歡做棄作 然後像爸爸可能哭個十分鐘 爸爸就會受不了 爸爸幹嘛哭啊 不是啦 小花哭十分鐘 爸爸一坐到棄車這樣子 我開車 我開車還要裝棄作 爸爸哭了十分鐘 對 她就會受不了 那你就抱她一下嘛 抱一下沒關係 一下就到了 但我覺得是不行 就是要做就 就是一定要做 假的 然後有一次 可是爸爸都好容易 心軟 抱她一下 然後有一次塞車 就一下就哭 那一次就哭到兩個多小時 然後他爸就抓狂 他說不然你來開 我說好 我開啊 我就開車繼續哭 我現在才發現 其實開車超輕鬆 你在後面照顧小孩有多麻煩 沒錯 爸爸真的很容易就那個 妥協 就是小孩子哭就把他抱起來 因為抱起來就很危險 對啊 這是安全問題 而且你抱幾隻之後就放不回去了 對 他就知道有用 對啊 沒錯 那個氣桌準備可以賣掉了 有賣 那小文還有規定一些什麼 讓你覺得看不下去 或何必對小孩這麼嚴格 我們家小花好了 她現在有上那個拖音中心 沒有早點睡的話 她個人就會爬不起來 情緒就會不好 然後她媽媽的情勢 放故事的音樂 跟故事書給她聽 或者講給她聽 在床上不抱不哄 然後自己睡 但是如果我抱起來 如果抱起來哄的話 很快她就可以睡著了 但她媽媽就說 那如果你以後不在怎麼辦 你哄是搖的這種 對 抱起來 我可以抱著她 然後出去外面走 兩多小時會 天啊 你知道那個 因為我不是媽媽 你知道 沒有份 你是累到你自己 你知道那一搖 她只要搖才能睡 她不會覺得累 之後就要一直 對 她不會覺得累 她也不會覺得酸 她不會覺得累 抱她女兒她都不會 那你有覺得 女兒生出來之後 老婆就變白飾了嗎 你有覺得自己變白飾了嗎 我是還好 我比較不會 對於這一塊我不會吃醋 因為我覺得 你要好你就去吧 我還是照我的原則走 感覺他們育兒還蠻不動 對啊 因為她覺得 她一直在心裡覺得說 小孩跟媽媽有一個連接體在 永遠改變不了 無法被取代的 沒錯 爸爸隨便換一個 還是叫爸爸嗎 對啊 李肉欣大團感情觀 亮者補槍經驗很豐富 她那天跟我講說 你小花在拖鷹有男朋友 我說是喔 我說對啊 我說那換一件 你再給我說一次 如果今天反過來 你兒子 男生的臉變掉了 因為我男生 我覺得你要為了 自己的行為負責 如果不好之後再離婚 那你也自己要存生 這也是他的歷練 之一啊 所以 幹什麼